大家好,我是叶元静 我在BKCIH Moscow教汉语,也教英语 但是今天呢,给大家上一堂汉语课介绍一下汉字的情况 好的,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共有11幅照片 是我们中国最常用的汉字 中国的汉字呢,其实都是跟人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第一个,这个是人 人,人就是人在走路 第二个,女 好,我,我是女 这个呢,是子 女和子 男孩和女孩一起就是好 就是非常好的意思 这个呢,是雨 就是哗啦哗啦哗啦,下雨 这个呢,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就是你的心 好,这个呢,就是看一下 一、二、三、四笔 好,四个手指 好,五 手 手 这个呢,看一下这是绿色的 就是绿色的树木 木 木 嗯,这个呢,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像什么呢 这个像火 火 所以火 这个呢,就像一个太阳一样 我们写汉字的手法呢,是从左往右 从上往下的 就是从左往右 从上往下的 比如说 比如说,嗯,好 比如说好,好是非常好的意思 我们是,先是,好是这样 所以,一、二 先是一 先是左边 好,先是 先是左边 然后左边的左边 从左到右 是这样的 然后呢,再来写右边 然后从上到下 从上到下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,希望大家能够对汉语感兴趣 而且我在BKC Moskow等着你哦 拜拜 拜拜